字幕提供 星星有解談 陳小梓請來jam jam跟你談了幾次 今天是最後一集 很想知道 怎樣才能做一個有源源不絕靈感的唱作歌手呢 其實我覺得靈感是每個人都有的 而且是分每一秒一直在給你 只要你細心去留意 其實每一件事都可以成為你作品裏面想傳達 或者幫助你傳達信息的一件事 但會不會有乾堂的一刻呢 其實我覺得是一定不會有乾堂的一刻 因為就算你的腦裏面一片空白 只要你找得住這個一片空白的感覺 其實一片空白都可以成為一個想法 這個很棒 這個要意會一下 還有接下來新碟 新碟會不會讓你玩一些新的東西呢 今次新碟我暫時寫了三首歌 三首歌都是blog的東西 但就不同的rock 一個是acoustic的 我的demo是只是acoustic的 但就不是那種finger picking 很soft的那種 是很有rhythm的 然後另一首就是 迷幻一點 很迷的 整首歌都不太... 又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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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以形容 我知道了 大家晚上開車的時候 試試鬥雞看前面的燈 就是那一首 對 對 對 其實是很多種不同的rock 我不要現在說出來 免得大家沒有新心感 但比重都是十首歌三首歌 我還沒寫下去 但我最近吸收的東西跟以前很不同 因為最近看多了很多樂隊的表演 所以會或多或少影響到你想想的方式 你是音樂人 譬如你公司突然簽新人 你會不會去幫我們打造新人 在音樂上幫他們一個忙 我想我做到的只可以寫歌 因為produce 我覺得我自己不行 為甚麼 差不多 我的經驗沒有去到 豐富到可以去 介紹一個新人怎樣做的東西 可以介紹他一首歌 不可以 我們公司的producer太有經驗了 所以我還是交給他了 我覺得我自己的責任是 把我自己的idea擺出來 然後我感受到的東西 擺出來 但你要我很technically去做所有事情 我覺得我仍然是不太有經驗 所以如果你是打算成為樂壇新人 想著JAM會幫你produce 你可以省一點 你可以找我寫歌 可以寫歌 對 還有要讚一下JAM 數一數二好看的 你那個網上的頻道 謝謝 那些片 更新的也算快 比以前慢了一點 但我仍然更新的 還有很喜歡看你小時候 教育便士的片 大家不妨上去看看會不會很貴 你們大家幫我看多一點 我可以多一點的 HIT RAID 因為我現在有3900萬點擊 3900 快要4000 到你了 看完這條文就4000